PK Zither Harp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最新闻 玩具最新闻 努力同理品 今天车辆失控事故有些不少 在上河源市沿城区 发生了一宗交通事故 有一部貨車在行駛到莊田大橋上突然失控 以極快的速度衝破大橋的護欄 聚了入缸裡面 其實大家都有疑問 失控不是原因 只是呈現出來的現象 為什麼會失控呢 整部車聚入缸 人們有沒有事呢 一起找答案 事犯在今天早上8時26分左右 一部棒式雙式貨車 在行駛到河原市 沿城區莊田大橋時突然失控 衝破大橋護欄後墜落江內 貨車上一名司機被困 情況緊急 當時人自行解救 爬到了車上 當時這個車是隨時可能被沉下去的 人也一起沉下去 如果沉下去 那麼搜救的難度 營救的難度 都會指數增大 趕到的消防救援人員 協同交警 海事 藍天救援隊等救援力量 迅速展開救援 僅用了15分鐘 就將被困的貨車司機 安全轉移到橡皮艇 並送到地面 通過橋面上現場的痕跡 我們看到 當時這輛大貨車 第一個碰撞點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這裡的水泥椅 已經是掉了一塊 接著 碰撞完之後 汽車是沿著水泥椅 就磨擦了差不多18米的距離 接著就衝落了河面 它是撞塌了大概12米的護欄 我們再看看橋面上的高度 差不多有40公分左右 可以想像到 如果要跨越這麼高的位置 和穿速感軟的距離 當時這輛貨車的速度 應該是非常快的 經醫生初步檢查 被困駕駛員落水後 有輕微擦傷 其他並無大礙 已送院撞進一步檢查 隨後 藍天救援隊協助大型吊車 對落入江中的貨車進行固定起吊 但基本上我們明白了 記者現場觀察很仔細 這種這麼短的過江橋樑 本身就應該放慢車速 加上路面濕滑 就應該更加小心 因為最邊邊剛剛看到 是有人行道在上了一級 你剷了上去就更加難以控制 那裡不是立青路 那裡全部是街磚路 這次幸好沒有遇到逃人騎行人 但我們看看現場情況 其實是觸目驚心 引以為戒 好了 又到竹電新聞報料時間 東莞口街的老友說 他們當地有一條壁道旁邊的河沖裡面 竟然有人公然用專業工具電魚捕撈 破壞生態環境 單單是拿到電魚出來去捕魚的話 國家已經明令禁止 為什麼還有人敢這樣做 而且為什麼又沒有人管 視頻顯示 一名男子站在河沖中 背著而只是電源的箱 手上拿著兩條長桿 上面還有條線連著背後的箱 只見長桿一插入水中 很快就撈起一條大魚 眼前的這一幕 是東莞口街鎮街坊朱先生 在昨晚下午拍攝的 當時他來到三峨 被水壁到散步 突然就發現這名男子在水裡電魚 他用那個吸電器 可能是滋滋還是怎樣的 手伏還是蠻熟的 應該是熟熟的 不是第一次電的 朱先生表示 這名男子一個人沿著河沖 一路電魚 十多分鐘的時間 就捕旺了半大袋的魚 一下子如果有魚的話 以往都可以把它撈滿 大魚小魚都可以把它電到 有可能拿筋賣 今天上午 記者來到朱先生拍攝的河沖水泳 並未見到有人在水中電魚 但附近街坊就證實 這裏的礦不時會見到有人電魚 下大雨就有 下大雨就有 你最近什麼時候看到的 最近什麼時候看到的 幾個人過來電 一個人是吧 據了解 三峨碑水壁道 總長1.6公里 原先河道環境雜亂 水土流失嚴重 壁道建設後 不單止修復了生態 一河兩岸的環境 也得到了整體的提升 成為市民日常悠閒的好去處 街坊朱先生擔心 現在這樣的電魚行為 可能會再次破壞河流生態 對周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電的時候可以把大雨小雨 還有一些水澡之類的 這些生物都可以把它電死 這些水質可能會有影響 把這個生態破壞掉了 非常可惜 根據我光魚葉化相關規定 使用炸魚、毒魚、電魚等 破壞魚葉資源方式進行佈納的 沒收魚獲物和違法所得 儲5萬元以下的罰款 呈折嚴重的沒收魚具 吊銷暴流許可證 呈折特別嚴重的可以沒收魚船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隨後 記者向當地公安、水務等部門 反映相關情況 當地河掌辦表示 今天中午 公主人員在三峨被水壁到巡查時 擴實易發現了電魚的行為 公主人員現場已經對電魚人員 進行批評教育和勸導距離 接著下來,他們會加強巡查 防止電魚行為再次發生 魚義發規定情節嚴重的 才是要沒收魚具 而所謂嚴重的界定 通常包括重量幾百公斤以上 有種類,通常是經濟價值比較高的品種 內陸水域要超過50公斤或 等值去到500元以上等等 有人問他一次不夠 都說了不是只有一次 他多次怎樣都夠了 取證難度可能就在這裡 但無論如何 日後大家一發現 都可以同時報料和報警 因為電魚不單止危害水生生物 還會危及到涉水人員的安全 只要看到有人電魚就應該舉報 從今天的零時起到6月5日 廣州洛溪大橋舊橋 將會分階段進行養護 新橋雙方向仍然可以正常通行 今天是養護工作開展的第一天 即是說如果有什麼不適應 不習慣 今天應該是比較突出的 早高峰的交通情況是怎樣呢 記者去了現場看過 這次養護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從今天到5月28日共8日時間 封閉廣州洛溪大橋舊橋 潘如往海珠方向兩車道 其間洛溪大橋新橋雙向陸車道 和舊橋海珠往潘如方向兩車道 保持正常通行 第二階段就是在首階段結束後 同樣用8日時間封閉廣州洛溪大橋 由舊橋海珠往潘如方向兩車道 今天早高峰時段 記者來到洛溪大橋潘如區一側見到 8點鐘左右 橋腳已經出現了交通擁渡 記者現在是在洛溪大橋 攀魚往海珠方向的上橋口位置 目前可以看到橋面上四車道中 有兩車道是用雪糕桶進行了違避 並且有相關的指印標識 目前這個時間點 橋面上的通行秩序是比較順暢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上橋位前面的位置 是出現了這個交通的擁堵 因為有交通信號燈 以及有幾個路口的車流的匯入 所以目前整體的通行秩序是比較緩慢的 記者剛剛用導航系統進行了查詢 那麼整個擁堵的距離 大概是有兩公里左右 不少司機並不清楚交通擁堵的原因 由後至後隔的司機就表示 這段時間可能會根本出行線路和方式 想問一下塞了多久 好久 塞了大概 我車都沒有電了 車都沒電了 知道為什麼今天這麼塞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去走星光 走星光 星光 中地面的話要繞很遠嗎 是遠一點 大概要繞遠多一點 我到公司應該差10分鐘左右吧 我到時候可能要起電動車 就不開這個車了 就不開車了 對對對 電動車會快一點 據橋面養護人員介紹 這次養護主要是針對新宿縫進行維護 施工期間 過往車輛請留意現場指引和公主人員的指揮 影響不小 需時半月 誤長誤短 必要的維護還是需要的 這樣也沒辦法 唯有通行的老友隱讓一下 這段時間兜路分流 施工人員也麻煩快點 其實我們還是一個希望 希望可以超額完成任務 就這樣 我們繼續前兩天的新聞後續 已故Beyond樂隊主唱王家區墳墓 19日被人用鐵錘損毀及林潑汽水 事件引發到大眾憤怒 警方經過調查後 以涉嫌刑事毀壞拘捕兩名男子 今天在香港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樂隊證員和樂迷都譴責破壞行徑 王家區的墓碑仍然被白布遮蓋 有不少歌迷登車事件後前來悼念 在王家區的墓前上香 還有歌迷特意從內地赴港 神情哀傷 看到了這種事情之後 只是覺得很悲哀 感覺不可理解 非常的痛心 你可以不喜歡它 也可以不喜歡它的音樂 但是你不可以傷害它 Beyond成員也在社交平台譴責 王家區包帝王家強質疑 破壞者傷害人家會得到什麼 真是流量密碼嗎 鼓手葉世榮就指 破壞墓碑的行為可護 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另一名成員王冠中就表示 當做壞事的理由是為了引起關注 又容許它繼續發生的時候 這個世界不冷嗎 示範在周日上午 一名十五歲和一名二十三歲的男子 涉嫌到王家區墓碑前破壞 他們用汽水淋墓碑 用鐵取砰爛遺照等 墳場職員見到兩人認識可疑 墓碑遭到破壞於是報警 警方到場將兩人拘捕 據悉 涉案的十五歲中二項生 去年年初 亦曾經因為在公共場所擾亂被捕 香港的法律體系 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系重視 但不代表監護人沒事 十五歲應該是有監護人的 監護人有可能被視為未盡監管責任 而毀壞事件當中出現的經濟損失 是需要照額賠償 未完 從社交平台上看到的 這位出鏡的破壞者的視頻 大家普遍認為他應該是精神異常 監護人是要協助診斷和令他接受治療 未必是治得好 但是要令他的病情得到控制 而且是減少違法的可能性 而且他不是第一次犯 證明監護人之前並沒有盡到應盡而務 而對於另外一個男子已經成年 如果不是精神異常是應該承擔法律後果 而且這次事件他存在一種可能是 有人有預謀利用智障人士的脆弱性 並教唆智障人士違法謀取利益 是有可能加重教唆者的刑罰 繼續關心龍舟水的進展 一般來說每年到五、六月份 大概這段時間是前瞬期 兩天不埋三天會下大雨 由於又到端午節龍舟勁道的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那些雨水好形象 民間就叫做龍舟水 今年首場龍舟水正在對全省產生影響 各地都提前做了應對準備 我們一起去看看 為防範可能因大雨、暴風 能見到影響而造成的海上交通風險 海市部門加大對涉客、涉危、施工作業 等重點船泊的監控力度 及時調整水域通航交通 目前深圳海市部門在深圳水域 部署了專業救助船艇 港口作業托輪等四十餘艘 作為應急直售船艇 隨時應對突發情況 如遇海上突發險情 請及時撥打海上預先報警電話12395 年一離的降水 亦令城市內陸風險顯著提升 在陽光 市政人員正清理爬水口裏面的淤泥樹葉 保障降點位爬水系統正常運轉 我們目前施工的人是全部出動了 然後我們施工的工程車輛 主要是分成六組 在上班時間我們是全部到港的 然後根據我們值班表的安排 保證24小時都是有人在職守的 在清卷市清城區的一處 地質災害隱滑點治理工程現場 檢查組正進行雨後排查 重點檢查隱滑點的摺排水溝 及舌水孔是否遇跡、堵塞等 全區目前是56個載車的點 按照上次要求 每個點我們都落實了一個巡查員 我們就會要求他們加密巡查 一天至少三次 據了解 龍舟水期間 廣東常年的平均降水量為325毫米 佔全年的18% 而今年的龍舟水 總體略偏重 終有五輪降水過程 以上就是提前準備 但我們知道關於城市內路 就像之前那場暴雨一樣 就算開始的時候 你提前做了準備 清了雨塞 一輪過後它還是會塞回 通常嚴重的情況就是 它出現了又塞回之後 所以制定計劃可能還要有一個 細緻考慮和佈局 每場雨中間 是否會有停雨槍口期 這個槍口期有多久 通過實時監測判斷 影響最主要的一些雨塞位置 及時趁著槍口期去做清雨 為下一場雨做準備 因為片裏面也說了 今年龍舟水總體略偏重 所以不可以再用從前的方法 戰略上是要做調整的 辛苦了 落雨的影響不是水浸才會出事 地滑都會 今天上午九點多 廣深高速往深圳方向 羅剛段有一輛貨車 因為路面濕滑、失控 從慢車道衝去快車道那裡 有一輛SUV閃避不及 和貨車就發生了碰撞 然後還要起火燃燒 當然我們最關心的首先還是 有沒有人員受傷 記者在現場看到 事發路段有三條車道 大貨車的車身 佔據了中間兩條車道 車頭和一輛SUV碰撞在一起 大貨車的車頭燃起紅紅大火 大約兩三分鐘的時間 SUV的車身被引燃 火勢迅速蔓延 意外發生之後 交警和路政人員迅速趕到現場 對廣深高昌雙向交通 進行臨時管制 協助消防車進入事發現場施救 記者觀察發現 在應急車道上停放著一輛小型燕包車 車身有輕微碰撞的痕跡 司機陳先生說 他是這種事故的受害者 據他介紹 當時天空落著大雨 能見到很低 他的車輛和貨車保持了安全距離 受到驚嚇的陳生緊握方向盤 木島貨車撞向中間隔離帶 在中間車道行駛的SUV司機 來不及反應 於是發生了碰撞 經過消防人員十幾分鐘的努力 大火被撲滅 記者在現場看到 貨車的車頭全部被燒毀 而SUV車的內飾也在大火中被燒毀 事件中沒有人員傷亡 事發後 受損車輛已經被拖離現場 堵塞的溝通逐漸恢復 雖然說原因是天雨露華 但不可能向天追責 對 責任還是在貨車 有匯入車輛是因為有匯入車道 匯入車道一早就在 司機沒有提前判斷 導致煞車太急 繼而發生失控碰撞 而雨天影響車輛制動的原因 包括有輪胎的性能、光頭程度 車輛載重和司機反應 所以越到雨天 就越要時刻感受 細緻感受著路面的情況 而對於一般小車車主、司機 盡量遠離貨運車輛 上路可以慢走去避免 天雨露華 上山又可以怎麼避呢 最好下雨就不要上山 最近有兩名雷友 在篡尾海峰院蓮花山登山當時 當失路 於是向消防求救 當時天色已經入夜 還下大雨 救人更加迫切 但難度也更大 大成點 搜救人員用了足足六小時 才發現到兩名被困人員 那淋了這麼久雨 他們的情況如何呢 示範在19號傍晚 兩名牢友在山中迷失了方向 陷入困境 接到報警後 當地消防立即展開研究行動 通過兩部路戶外地圖 以及走私被困人員的定位 在當地線島的帶領下 迅速攜帶救援裝備 徒步上山進行營救 夜色漸晚又浪著大雨 加上山路崎嶇濕滑 能見到極低 令搜救工作異常艱難 經過近六個小時的搜索 凌晨十二點半 救援人員終於在本山要的一柱洞口附近 找到兩名悲困盧友 在確認兩名悲困盧友沒有大愛以後 肚子餓了 要不要吃個肝糧 由於長時間被困 當天夜裡山上的溫度較低 被困人員體力消耗過多 加上被雨水淋濕 被困人員身體已出現低溫現象 救援人員迅速將衣服、雨衣 給被困人員換上 並給他們發放麵包、糖果、補充能量 在確認兩名悲困盧友沒有大愛以後 救援人員將他們安全護送下山 繼續報料時間 廣州白雲區路有報料 說他們那邊有一間餐廳的排風系統 從早到晚發出的噪音很大 對周邊的居民造成嚴重影響 投訴他們就是了 向商家投訴、向街道投訴 他們說投訴了 就是投訴也沒有效果 為什麼呢?記者出發 家住在廣州市白雲區 倚陸山莊地區的住戶反映 半個幾月前 緊援小區的一家餐館進行了裝修改造 排煙管道和排風系統 正好正對著他們的居民樓 最近餐館開始試運營 排風設備運行的時候產生的噪音 從早上9點多持續到晚上將近12點 嚴重影響居民的正常裝飾 是一種嗡嗡的聲音一直在響 影響我們的睡眠之量 包括平時生活 無法睡眠 就是頭疼 非常的吵 記者見到 住戶投訴的這個餐館 位於緊埃小區的一棟中合樓二樓 安裝在外牆上的排風設備 目測距離最近的居民樓不到50米 我現在是在居民區的一個中間花園這裡 那麼在我右手方這裡就是居民反應發出這個噪音的一個位置 那麼可以看到這棟建築 它的一個外牆上掛了許多的一個空調外機 並且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擺煙管道 可以看到在這個工廟外機還有這個擺煙管道在擺煙的時候就會發出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嗡嗡聲音 那麼在我的左手方這裡就是居民區的一個兩棟居民樓 那麼可以看到這個居民樓大的陽台跟末室的這個窗戶還有門窗就是剛好是對著這個建築物的 記者隨後也來到住戶的家 在陽台和餓室的位置 確實可以聽到對面餐館排風系統發出的持續響聲 慣唱後聲音略有減弱 不過據住戶說 晚上10點後夜深人症的時候 這個聲音就會顯得格外明顯 需要他整改把這個聲音降到不影響我們生活 包括我們睡眠機量 對此小區物業的負責人表示 在接到住戶投訴後 他們也曾經去跟餐館的老闆盡量過溝通 聲音來源就是這個風機排風系統 對吧 就是排風機兩台排風機 它是廚房排風 他們正在協調廠家過來檢查這個排風這個系統 按他們的要求來講這個聲音並不大 這些我們的意識都是很正規的一些 也是合格的一些產品過來的 我們今天也會在一些聚約的人 去跟進這一方面的問題 馬上完善這項工作 5月19號 住戶曾經就噪音問題 向12345進行反映 今天下午當地和和街道辦文字回報記者稱 街道環保中隊在昨天下午已經前往現場核實 警察涉事餐飲店的兩條排氣管通向樓頂 樓頂出風口設有隔音板 餐飲店相關負責人表示 會在事業期間對油煙、噪音等問題進行檢測評估 如果超出規定限值就進行整改 今天下午和和街道環保中隊聯合百雲區生態環境分局 前往現場對該餐飲企業的噪音問題開展檢查 等待具體檢測數值出來之後再作下一步處理 到了最後的辛苦記者 既然街道重視環保重視 我想應該可以 因為究竟影不影響人 是有一個核定的數值在 商家都是購買設備 問題就應該交給設備提供商 他們專業的 不是怎麼做生意 讓他們專業人士來解決 如果街道和環保都認定排風系統 是有噪音問題是太大聲 而設備方解決不了 我想就是設備質量問題 所以其實商家、居民、小區、街道等等 各個方面 立場應該都是沒有衝突 大家一起解決問題就是 香港方面 最近幾個月破獲有非法勞工從事 裝修及送外賣等工作 有業內人士說其實情況很普遍 有立法會議員要求特區政府 檢視法例及加強執法 香港特區政府也警告 做黑工最高可以判監三年 而聘用非法勞工更加可以監禁十年 姚培基在裝修工程公司擔任工程監督十幾年 他說近年香港很多新樓浪成 但行內的工作機會似乎沒有增加 懷疑有僱主違法聘用坑市勞工 香港入境處 本月初就在大埔拘捕五名內地非法勞工 涉嫌以日薪約200至350港元 進行公屋裝修工程 姚培基表示 拼用本地裝修師傅 日薪最少千多港元 有涉嫌來港非法裝修的工人 就在內地社交網站上載影片分享和宣傳 我從廣東來到香港 只為了修復一塊價值三萬的天然奢侈 一開始我是不想來的 這個難度還是有點高 距離也有100多公里 無奈客戶給得太多了 另外香港警方聯同入境處 2月破旺了非法勞工做外賣員的案件 有外賣員指出 現時行內有個別人士 會為非法勞工提供外賣平台的戶口 有些是以幾千元形式賣斷了帳戶 有些就是每個月要付租金 有些就是用一些電腦程式去派單形式 我接了那張單 就叫你去哪裏送哪裏拿餐 送去哪裏 收回佣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建議特區政府 檢視現行法例加強執法 未來是否都可以採取收禮的時候 增加定額罰款 只要舉報 而發現到他的工人也是黑工的話 用定額罰款的處理也簡單容易快捷 據了解 在香港聘用非法勞工是嚴重罪行 最高罰款50萬港元和監禁10年 而從事非法勞工 最高罰5萬港元和監禁3年 如果講道理的話 用黑工大家都知道是因為用工短缺 本地工貴 但是本地工為何貴呢 一顯得貴是因為生意不如前 二最低工資標準也是政府對工人的保障 請廉價黑工他不僅違法 他還有逃稅和不正當競爭之嫌 因為成本可以通過對工人的無限壓榨而降低 當然也有人問工人吃虧 這樣也肯做 身分問題 因為少也算是賺到 但這樣同樣都會影響正規工人的利益 這樣對他們都是不公平的 商家不會不知道 只會明知而故犯 以維護營商和用工環境 肯定要勤力多樣地去執法 在廣州南沙有一位連過七巡的老人 前一陣子接到寶貝孫 打雙印好的孫的電話 對方的孫打過來 不是虛寒問戀 不是問候老人 而是一來就跟老人去求救 說自己撐了人家八萬元 沒有錢還的話 分分鐘被人抓去坐牢 夠孫心切的婆婆自然不會坐視不理 我們這些旁觀者視覺 看完第一時間反映 說熟了熟了似了似了 就是那些詐騙配方 婆婆到最後有沒有被人騙呢 示範在今年4月11日 74歲的陳婆婆接到一個陌生人 打來的電話 我便說我是哪位 她便說是我的陌生人 我便說是很中陌生的同學 親吃飯 她便打架 打架之後我便推薦服務員 自稱是陳婆婆的孫的人說 對方向自己提出索賠 如果不及時幫忙 服務員便會報警 將他拉去坐牢 據理解 當時對方的聲音 和陳婆婆的孫子聲音 非常相似 陳婆婆信以為真 雜時之間就慌了神 對方聲稱 只要交100萬元 就可以了解事情 但最終陳婆婆說沒有那麼多錢 只是交了1.5萬元 以為這樣就可以了解事情 因為陳婆婆不懂線上轉帳 和銀行匯款 孫子就叫其他朋友 和陳婆婆約定 在大江鎮某公園 進行現金交易 當問陳婆婆的兒子 黃先生回到家 才知道這件事 覺得QK 於是立刻報警 接報後 警方很快鎖定了兩名 作案嫌疑人 江某和程某 並將他們紮獲 當場紮獲 正如裝款14,390元 經審訊 兩個嫌疑人是冒充老人家孫子 然後以在外面打架 然後要賠償為由 要向老人家要錢 目前兩人涉嫌詐騙罪 已經被南渣警方 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裝款也歸還給陳婆婆 案件仍在進一步偵辦當中 整件事最心酸 婆婆聽聲不認得過孫子 這次兒子反詐意識夠強 也麻煩他和家人 詳細說回整件事 不是怪婆婆 是讓孫子可以抽時間 多探望老人 詐騙嫌疑人 抓的都是人性漏洞 他們就是利用這些現在 普遍是單方面的隔代親 才有可乘之機 這案件未必是這些嫌疑人的第一單 他們也未必只有兩個人 建議慢慢查、慢慢審、加重罰 通知他們的家人 在世界脊柱健康日到來之際 廣州天河區正式啟動了 學生脊柱側彎專項篩查活動 並且開展移診 有醫生說高低肩駝背、頸前身 甚至脊柱側彎等問題 其實在學生群體裡比較常見 十歲的嫌疑 一年前篩查出輕微的鄭柱側彎 幸好程度在十度以下 通過體態調整和鍛鍊糾正 成效明顯 醫生介紹 處於發育生長高峰期的 十到十八歲青少年 是鄭柱側彎的高發人群 發病率為2%到3% 有些是先天性鄭柱發育不存 或家族遺傳導致的 有些是後天長期不正確的姿勢 或相關疾病引起的 還有原因不明的突發性脊柱側彎 醫生提醒 家長平時可以多觀察小孩的體態 及早發現他們的不良姿勢 並予以糾正 要發現脊柱側彎 最簡單的方法 就會通過肉眼去初步判別 我們醫生篩查也是這樣一個動作 就是在彎腰的情況下 他的背部 他兩個地方是不是一樣高 這是最簡單的 當家長懷疑小孩出現脊柱側彎的時候 首先應該向專科醫生徵出意見 並進一步給小孩接受專業篩查 而沒有輕信所謂的矯正神器 醫生會根據側彎的程度 綜合施策 真正需要外科手術干預的是極少數 早發現80%多的都是20度以下 就要通過蜻蜓鍊鏈就可以了 而10%是在20到40度 通過正規治療也很容易解決 40到60度通過正規治療 都可以免疫所數 河團在每年的2到5月 處於卵巢發育期 毒性較強 所以河團最肥美的時候 正是河團中毒事件的高法期 日前衛健部門就發布安全警示 提醒市民要注意食用安全 2019年12月 江蘇南通一名男子 在攤位購買河團 當晚食用後不幸中毒身亡 攤反過境三年 2021年2月 廣東揭陽有兩人 因河團中毒而死亡 河團中毒的案例裡有發生 不少市民對河團也保持高度警惕 我釣魚很多人都不吃 不吃那些河團魚 釣到就放生 我們都不要他們 我是吃過人請的 那個酒樓是海邊的 我不買 為甚麼 我不會做 記者今天也去過市場搜訪 市場攤主表示 半年前他們曾經有出售過河團 但因為對湯魚的處理技術要求高 加上市民對河團需求少 現在基本上沒有人做河團生意了 河團毒素是自然界發現的毒性最強的神經毒素之一 僅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 在日常生活中 對河團無論是用鹽、煙製還是太陽曝曬 煎炒、香炸、火燒、炭烤 就算是100度加熱4個小時 河團的毒素依然非常穩定 結構難以破壞 食用河團中毒後 發病急速且劇烈前步期短 短到10-30分鐘 長的有3-6個小時 早期的話可能是一些口唇 然後四肢的麻木、刺痛 如果再嚴重一點的話 血壓、體溫下降、言語不清等等 病情的進展是非常迅速的 0.5毫克就可以致命 而且它是沒有解讀特效藥 不過仍不是所有的河團都不吃得 2016年 國家農業部和食油監總局 和人工養殖的紅旗東方糰 以及暗民東方糰這兩個品種解禁 不過依然不允許市場上 售賣河團活魚和整魚 只能是經過加工的河團魚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主研發了一款 人形情感交互機器人 呱呱 可以說上聲 可以說故事 可以唱歌 聽起來真的挺全面 還有有多真 可以見識一下 呱呱是由中國科大90後邦市 曹榮雲和他的團隊 自主研發的一款 具有高度仿真面部表情的 仿人形感情交互機器人 他不僅可以和人類進行對話和互動 還可以根據用戶的感情需求 提供相應的反規和支持 我們的核心是交互能力 交互能力是我們的一個技術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有硬件跟軟件兩個部分 硬件部分我們是擁有 目前國內自由度最高的一個 同面部平台 同面部平台 我們一共部署了32個自由度 這款機器人的亮點 在於其高度仿真的面部表情和觸感 通過部署30個電機驅動器 團隊實現了機器人面部肌肉的協同工作 令機器人能夠呈現出真實自然的表情 同時團隊在材料選擇和機器連接方面 進行了深入研究 確保機器人的表情和觸感自然舒適 人面部的肌肉是非常複雜的 尤其從解剖學者來說 每一塊肌肉都有它承擔的 面部表情的一些功能 對人來說 這個可能是我們自然進化 自然選擇的結果 但對機器人來說 這個事情就變得複雜了 我們需要用現有的機電 甚至一些氣壓等等驅動技術 來去驅動我們機器人的面部 讓它能夠達到跟真人相似的 面部表情的傳達能力 在中國科大的支持下 曹榮雲團隊從2021年起 開始了人形感情交互機器人的研發之類 曹榮雲表示 儘管團隊已經研發出 包括可家在內的多款知名機器人 但要令機器人走進千家萬戶 還需要在感情交互方面 做出更多的努力 我們機器人首先分成內在跟外在兩方面 首先內在方面 我們機器人 我們不把它定義成一個工具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活靈活性的生命體 它首先要具備獨立思考 並且它需要有情感 有情感才能進行交互 才能進行共情 人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然後外在方面 就是我們機器人可以自主地生成 包括表情、行為等等 多種模態的外部表現 曹榮雲團隊現階段 主要聚焦的場景是低齡兒童 公司未來也會報告養老市場 希望能夠搭建人與機器人感情連接的橋樑 有情感的機器人還是機器人 上星期中山有兩位老人 踩電動三輪車的時候 不小心反了車撞傷了 當時有一位熱心女士施以援手 現在受傷老人傷情已經穩定 家屬羅先生就想找回這個好心人 希望當面去表達感激之情 這裡就是時期機到的新順路 5月18號的上午 羅先生的爸爸媽媽 騎著電動三輪車 撞向了我身後的防障柱 發生了翻車事故 兩位老人都受了傷 事故發生後 老人不知所措 這個時候 一名女士路過事發路段 她主動上前表明醫務人員的身份 迅速對受傷的婆婆盡量止血處理 並幫忙撥打救救電話 120救救車很快就到達事故現場 張醫生說 當時那位熱心的女士 和她交代了兩位老人的傷情後 還一直守護到救護車到來才離開 她認為還是阿姨比較重 所以說我們優先的話 先去觀察了阿姨的情況 後面她過床 我覺得她動作也很專業很麻利 後面再瞭解她 她發現她原來也是跟我們同行 也是醫護人員 覺得她對我們的工作 還是有很大的幫助 老人的兒子羅先生趕到現場後 由於亡亂一片 並未來得及留下這位好心人的聯繫方式 現在她父母的傷情穩定 希望可以找回當事人 當面再感謝一次 也就是說大家都是附近住的人 都是鄰居 這些是小事 也是她應該做的 我媽媽救我 一定要感謝她 我也不知道怎麼可以找到她 她說一定要當面 去記謝這位好心的女士 那段五味道 總香二漂 近日記者走訪了一些商超 就發現段五種已經上了市 除了有鹹肉種 豆沙種 鹼水種等傳統的口味之外 還有不少果味種 冰種等等比較新名的產品 為即將來到的端午節 增添了不少的自日氣氛 江門市新匯區一些超市賣場 已經開設了端午種銷售專區 鋼色種林郎滿目 既有包裝精美的禮盒裝 也有適合分享的家庭裝 還有方便攜帶的獨立包裝 今年的種 目前到了大概有77個品行 都是一些肉種 還有一些齋的 還有一些甜種 今年多了一些養生 比如五谷雜糧 黃米種 八寶種 這些 大黃米豆沙種 山蛇 榴槤冰種等等 這些非傳統口味的種的出現 不單止豐富了市民的選擇 也為傳統的端午節 增添了一份時尚和創意 鹹蛋黃 綠豆沙 都是鹹的為止 如果是選水的 喜歡豆沙的 我也是喜歡吃鹹的 鹹豬肉的那些鹹蛋 除了成品種之外 製造種的原材料 例如糯米 綠豆 花生 紅腰豆等等 也開始熱燒 記者了解到 超市會通過特價促銷等方式 吸引市民選購 總業已經訂了貨 很快會到 然後我們現在促銷活動 綠豆是3.99元 好 攜手共進 玩他快信 受多重利好政策 墊加影響 今年以來 北圍負責機場 出入境旅客流量增長順满 目前 口岸出入境客流 已突破500萬人次 同比增長近160% 較2023年 提前四個月突破500萬大關 單日出入境客流風值 近4.3萬人次 俄羅斯索契 日前出現罕見的海市滲流景象 畫面中可以看到 海面遠處有一艘紅帆船 在緩緩移動 彷彿飄在空中 有網友評論到 很漂亮 好像童話一般 海市滲流 是一種罕見的光學現象 是由於大氣中 形成不同密度的氣層 光線發生折射 產生物體的鏡像投影 美國的一家食品公司 花了16年時間 培育出一種外漢呈紅色的獨特菠蘿 最近 這種紅色菠蘿 在美國加州上市 其單個定價高達395.99美元 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這種外皮呈紅色 內部為黃色的菠蘿 今晚《灣區最新聞》 我們先看著這麼多 歡迎大家繼續關注 《灣區最新聞》的 微博微信公眾號 視頻號、觸電號 我們會全天擦身 同聲同氣自己人 原則原味最新聞 我是努力 明晚繼續找 支持他